森林小学开学了 小动物们回到学校 发现教室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同学 他们唧唧喳喳 耳语着 却没有人敢靠过去 新同学有着长长的嘴巴 一排尖尖的牙齿 啊 是鱷鱼 小鱷鱼挥着短短的爪子 和大家打招呼 但它一开口 小动物们就连连后退 不管小鱷鱼多么努力 试着和大家交朋友 还是没有同学愿意靠近它 这让小鱷鱼 在学校里总是行单影只 一天小鱷鱼和往常一样前往学校 途中它听见了呼救声 匆忙地赶到河边后 它发现 独木桥被雨后的河水冲走了 有一只小白兔 正在水里再浮再沉 岸边的小动物们都很着急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鱷鱼立刻跳进河中 像一艘快艇般迅速游向小白兔 小动物们发出惊呼 大家都认为小白兔要被吃掉了 然而它们却看见小鱷鱼 背着小白兔浮出水面 安全回到岸上 小鱷鱼谢谢你救了我 小白兔感激地说 其他小动物们也纷纷鼓掌 小鱷鱼则告诉大家 自己可以把每个人都安全送到对岸 经历这次的鱷鱼号事件 小动物们终于发现 小鱷鱼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却有一颗温柔大方的心 大家纷纷和小鱷鱼道歉 从此之后变成好朋友 让我们摆脱标签 也不用外表去定义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